长篇玄幻小说 万古至尊 作者 太一生水 忍不住大笑起来 真是无趣 我还没有热身呢 年轻人以后收敛一些 别不知道天高地厚 他飞身上前 看着李云霄惊恐的面容 忍不住一阵冷笑 转身对段月说道 大人 赌约已完 此人我带走了 他伸手就朝着冰冻住的李云霄额头上抓去 齐真子的手突然停滞在了半空中 一股极其危险的气息涌上心头 这是一种舞者的本能 修炼的境界越高 这种本能的知觉就越准确 怎么回事 这种感觉 竟然让我觉得如此危险 莫非还有变数 他盯着冻结的李云霄看去 猛然倒吸一口凉气 骇然的就要往后退开 李云霄虽然还在冰冻之中 脸上那惊恐的神色早已是一干二净 双目如心 正盯着他 盈盈冷笑 你 怎么可能 真是无趣 随便露出一点破绽 你就中招了 我都还没有热身呢 李云霄眉心的火云一闪而过 一道凤凰火影呼啸而出 瞬间 整个大地的温度骤然上升 好像突然从极冷之地置身在烈阳之下 那种温度上的反差 让所有人一阵难受至极 所有寒冰之气在瞬间化作虚无 那倒倒淡淡的凤凰虚影 往齐真子的眉心飞去 一股惊悚的危机感 让他瞬间浑身发冷 由于离得太近 那火焰之力的覆盖范围太大 直接将他笼罩了进去 避无可避 极寒真气 碎冰甲 齐真子 惊骇的怒吼一声 身体上浮现出一层层的冰筋 竟然将他整个人全部包裹起来 形成了一道极强的寒冰防御 将四周的高温热浪抵挡开来 凤凰虚影 轰在碎冰甲上 顿时绽放出刺目的亮光 那一层冰甲传出令人牙酸的吱吱声 寸寸瓦解起来 齐真子发出一声惨叫 整个身体瞬间变成漆黑之色 没有一丝明火燃起 却好像被炙烤的外焦内嫩 皮肤均裂开来 浓浓的火毒直接渗入到经脉之中 流出黑色的血液 凤凰真火 他竟然炼化了凤凰真火 胡言明惊恐地看着这一幕 能够一击之下就灼烧五宗强者的火焰 这绝对是凤凰真火 虽然没有显示出实体 但是那淡淡的虚影就已经震慑一方天空了 虎牙剑 青莲剑歌 李云霄轻贺一声 在真火虚影显化的时候 整个人齐身而上 血色的虎牙剑上开出朵朵巨大的血色莲花 往齐真子身上落去 血色青莲一共七朵 在轰落的瞬间化作万道剑芒 几乎将空间都切割成碎片 远远看去只见剑气纵横 贯天彻地 齐真子一连串的惨叫声传来 被那剑气削得浑身裂开 疼痛无比 青莲剑歌虽然没能对他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但之前真火虚影烧化了他的真气护体 此刻万道剑气直接打入他体内 开始疯狂地游走 将经脉和肌肉寸寸割裂 无数道伤口出现在体内体外 疼痛难忍 李云霄持见而立 那风轻云淡的身影 一脚上片尘不染 这过招的结果就好像对方是武军 被两招打得狼狈不堪 而他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武宗强者似的 视觉效果完全颠倒了过来 别说胡言明和易小山 就算是断月也是大吃一惊 这是他看李云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斗 那种以巧破例 虚实结合 避重就轻的战法和战术 完全是身经百战般的强悍 绝不是整天闭关修炼的武者能够做到的 就算换作他上场 也绝没有办法轻松将一鸣高出自己两大境界的存在 伤得狼狈不堪 李云霄看着远处躺在地上不断哀嚎的齐真子 冷横道 好了 别装死了 热身完了 现在开始动真格吧 竟然才只是热身 他真的只是二星五军吗 易小山彻底呆滞了额头上冷汗直躺 胡言明也是脸色极其难看 对方炼化了凤凰针火 那么就拥有天下至阳至刚的火焰 正好克制他们无上宫的极寒真气 原本霸道无匹的真气反而成了弱点了 现在唯有小心避开真火 以绝对的力量优势压制对方 这样方可取胜 齐真子也算是明白了这一点 愤怒地从地上冲了起来 直接跃上半空之中 他身为武宗 可以凌空而立 对方只能站在地上 如此一来就避免禁忌律的接触 对方再施展出凤凰真火的话 就有足够的距离可以躲开 一人持见临风而立 脸上露出风轻云淡的自信 一人勾搂成团 浑身漆黑如炭 还流淌着充满火毒的浓血 味道刺鼻 鲜明的形象对比 让胡言明和易小山 对原本认为必胜的赌局 开始有些怀疑起来 小子 你的好运也就到此为止了 西真子双手做成环抱的样子 一道道的光芒从身前的圆形当中绽放出来 渐渐地一方小钟浮现 散发出古朴的韵味 放大开来 最终形成一口大钟 被他单手吸住 高高举起 山河钟? 胡言明脸色大变 惊怒道 吴上公的至宝之一 当初相传被贼人所盗 为此公主追查了数月之久 受到牵连被废修为者上百余人 还有十多人为此致死 竟然是你偷了 易小山也是露出震惊之色 双眸中爆射出怒气滚滚 当初受责罚死去的人中 有几名都是他心爱的弟子 李云霄也是瞬间脸色大变 眼中精芒闪烁 满是不可置信的神色 盯着那口大钟看了好一阵 才重重地松了口气 痴笑道 我还以为是镇顶山河中 原来是个伪劣品 小子 你胡扯什么 齐真子大怒道 这便是真的山河中 钟响镇山河 他猛的一掌拍在钟身上 顿时一道古朴沉闷的声音震荡开来 整个天空上一阵颤抖 就连一小山河呼言明都赶到天旋地转 脚下站立不稳 李云霄的神色也凝重起来 喃喃自语道 不错 真不错 虽然是仿制品 竟然也有这等威势 齐真子露出猙獰之色 一连击出三掌 整个天空在声波激荡之下 变得几乎扭曲起来 好像要碎裂一般 呼言明的修为最前 直接忍不住喷出一口鲜血 急忙吞了几枚丹药 盘腿坐下疗伤 一小山也是急忙运转真气 抵挡那声波攻击之效 就连段月都是听得耳膜嗡嗡直响 体内气血震荡 脑海当中更是嗡声一片 隐隐又胀裂的感觉 这山河中除了可以攻击气血之外 还可以攻击人的心神石海 轻者被震的灵魂受损 失去记忆 众者直接震溃灵魂 成为一具无魂之师 齐真子看着众人的表情 忍不住大笑起来 有这口山河中 就算是遇到比我高尚几阶的存在 我也照样战而胜之 那股音波之力 在李云霄的周身震荡开来 更是直接冲入石海之中 让他也觉得脑海有些隐隐作痛 心中开始默念大眼神觉 顿时这种不适的感觉立即消失 而周身气血虽然也被震起了丝丝波澜 但他身体微微用力 顿时被那道霸道无匹的 至强霸力给压制下去 仅仅是觉得耳膜被震得嗡嗡作响 倒没有其他什么不适的感觉 山河中这种专门针对神石和气血 进行攻击的至宝 在他强大的魂力和肉身之下 竟然完全成了无用之物 其实齐真子完全施展真气攻击的话 一力降时会 李云霄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 但是齐真子显然并不知道 还在天空之上卖力的敲着大钟 李云霄只是冷冷的看着他 因为每敲击一下都需要耗费大量的真气 他可以以意代劳 何乐不为 几声震响之后 干脆直接盘腿坐下 闭上双眼修炼起来 因为他发现自己的真气 在这尾山河中的阴波之下 开始变得饱满起来 隐隐又要突破的感觉 就凭你四象镜的修为 如何抵抗也是没用的 就算是五王五宗 在我山河中下也要魂魄震散 暴体而亡 齐真子强忍着身上的疼痛 鼓足了气静的敲 他看李云霄盘腿闭目 以为他快抵挡不住了 更敲得卖力起来 在一旁的一小山河胡言明 已经开始七孔之中溢出鲜血 段月也是神色凝重的盘腿坐下 开始抵挡终声 斩查功夫后 齐真子终于累得不行了 他震惊地看着毫无表情的李云霄 就好像木头雕刻似的盘坐在那儿 内心惊疑不定 怎么这小子毫无表情 难道被生生地震散了魂魄 齐真子远远地凝视了一阵 暗道 不好 就这么死了 那凤凰真火怎么办 他急得一手顶着大钟飞了下来 想要查探李云霄的情况 看看在其体内 是否还能找到一丝真火的痕迹 可是让他大吃一惊的是 自己的神石刚触到李云霄的身体 就立即被一股更强大的神石给挡了下来 那股神石之强 竟然让他的灵魂都感到瞬间站立